今天这一期啊 我就带大家来认识我的一位老朋友 是我在腰客路上的梁氏义友 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啊 陈峰老师 大家好 陈峰老师啊 可是在第一届的神功表 那个时候还是07年 是吧 对 07年的第一届神功表 金银铜三连得主 非常的厉害啊 过去式的 好难不及当地云啊 最近有没有好的作品出来 做了一些吧 做了一些啊 他们做了一点点 拿出来给我们欣赏一下 这种小菜籽怎么样 这个不错啊 我还没注意到 还没注意啊 这个是宝宝佛啊 是啊 是那些剩下的那些边角料 边角料 边角料 哎呀 这是非洲的 是非洲来的 这是非洲来的 这个有意思啊 四个做的 四个打麻将 两个在看着吧 四个打麻将 这两个是在观望 有点意思 没有没有 这个 估计是要做一套吧 做一套 哦 想做 九届不同的那种 有躺着的那种 做的不同新装的那些 还有躺着的 有做着的 对 有睡着的 每个姿态都不一样 对啊 飞黑的 像不像非洲宝宝 哈哈哈 这些 冰糖要把丢也是丢的 多危险 我还是喜欢这个 有点意思啊 而沈默老师 去拿一些 最近做的 作品我们来看一看啊 来 来 我拿 谢谢 谢谢 没有什么啊 就是说 那些处的一些 哇塞 出了这么多个做 看一看你自己 看一看 哇 别动 这一件 我们来看一下 哇塞 太漂亮了 这个料子 我非常的喜欢 我们看到没有 它这个位置的文化 像水墨化一样 铺开的 各个自然 获得我们看一下 它不是说很死的那种啊 它整个花色 就是不一样 像水墨化一样 最主要的是 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这两只小仙鹅 头部这个位置 还有翅膀这里 都是落空一样的 但是恰好利用这个黄翅 在这个边缘的部位 把这个色 把它调出来 而且就准 非常的好看 下面这个部位啊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蓝 这个蓝花的位置 它是整个雕肥和苍老松处 其实寓意呢 其实也有送货也有 但是呢 最主要它是这个位置 为什么这个 这个位置没有做呢 其实我想 陈锋老师更想体现的 是这个意境 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 刻意的去补返 这个位置啊 有个佛牙玄琴 其实整体的效果呢 它是一个山水化 更想突出的应该是 佛牙玉子漆 高山流水 慕之音的一个信仰 它的料 非常的好 哇 这个料子也不细啊 非常的有特色 太棒了 这批货只剩下这一件 一批留一件 其实这老翠友都知道 这批料子的全部都卖掉了 只留了现在只留下这一件 我觉得这一件啊 可以留个作为纪念 对啊 毕竟啊 像这种料子 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买了这么多 这种也非常少见 少见 像国画一样那种 水墨画那种 哇 我就喜欢的这个蓝花 它是不规定的 而且是像 泼上去的那个感觉 特别漂亮 很淋浮 啊 我觉得这个可以 嗯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卖 这个要一直到 原来就可以 对啊 哎 这一件啊 这件也非常不错 这一件雕的是赵子龙吧 赵子龙 齐开得胜 齐开得胜 看到没有 这个红匪的位置啊 是把这个齐展开了 齐上面这个位置 是利用他这个天然的这个红匪 来雕的一匹马 和赵子龙齐在上面 赵子龙应该是 长盛将军 长盛将军啊 这个寓意特别好 而且呢 他这个牌子的这个造型 大家可能没有遇到啊 他是一个盾牌的造型 像一个令牌一样 看到没有 他背面这里是一个呃 深浮雕 而且这边呢做的一只草红 这里有一个蜜 他这个牌型就是一个令牌的造型 跟整件的一个作品 能融合到一起 就是赵子龙拿着令牌 那个迎战哈 那个效果特别的棒 你看到没有 每一件啊 都是非常有特色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件是一件地藏 地藏王 然后呢 利用这个雾层啊 小雕的这个兽的这个肺部 是吧 对 你看这个兽啊 每个都不一样 这是龙 这个应该是蛇啊 蛇 蛇的化身 那个魔鬼的化身 魔鬼的化身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下面的这个位置啊 有一些骷髅头 特别的立体啊 每一个角度啊 它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非常的好看 看一下背面 哇塞 背面这个线条流的 特别的流畅啊 小摆面 底座怎么还没有黑啊 没有西红还没做啊 没做啊 没做啊 哎 哎 还挺不错啊 这一件 还挺清的料子 啊 我们先来看这一件 这一件呢 要的是 关二爷 对啊 非常的把气 其实最主要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像体现的这个色 啊 这个位置这个颜色摘的是干干净净的 非常的好看 这个造型我也很喜欢 嗯 料子也够厚 料子够厚 而且这个排行特别漂亮 特别端着 就是特别像一个威严的这个 就是一个威严的端 那边也坐在这里 下边还踩的这个是 呃 书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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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看看这个胚型打的 这个盔甲 啊 它的这个披风 非常的硬朗 非常硬朗 所以说整件货看起来 就是非常的霸气 它不是没有那种 呃 软绵绵的感觉 它是非常硬朗的一个效果 还有它是 这一条色带 完全的利用起来 而且后面呢 看到没有 还雕了一只 一条龙 啊 石龙 石龙 嗯 而且把这个颜色 利用到一个对价的一个效果 陈锋老师啊 就是非常擅长于笑色情 我刚入行的时候啊 陈锋老师 是我一个 膜拜的一个偶像 但是近些年啊 非常的低调 所以说研究出来的这些货品 每一件 嗯 都是 物品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件 这一件呢 是一件女娲五天 也是白体青的 不正是应该是土料的 不是 不是 它买单独 这个更白一点 看到没有 它这个色啊 非常的一样 其实 这个位置应该原来就是凸出来的 凸出来 对 我们如何能把这个颜色利用到非常的 精准 其实是非常考验雕刻石的一个想法 啊 与工艺 可以看到啊 这个女娲非常的飘逸 看到没有 非常的飘逸 呃 估计是刚修好光吗 还修好 是吧 嗯 而且上面这个也这个位置的颜色 特别一样特别正 如果取掉了 其实它的价值就没了 如果说留在这上面 紧上可以滑 每一件啊 其实我看我看来啊 都是非常的有特色 而且呢 呃 有想法 有创意 温哥 是不是要带我们 参观一下工厂 可以啊 带你们看一下 我这几天 准备做了一两件东西 他们有的在弄呢 好 我进去工厂看一看 这个是乌鸡种的 包子 卡地亚款 哦 卡地亚款 哦 非常的有创意啊 我还真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关注过 这些奢侈品啊 卡地亚款 啊 有没有知道的 赶紧在评论区 聊起来 哦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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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啊 是这一个款 对啊 这种款 有一件啊 还是都可以 哎 这一件 不错 看一下 哇 这个里面全部露空了 是啊 嗯 现在啊 这个工程有点大啊 当时嘛 他那个底子 有点不好嘛 我现在取了几点 把好的那些都留下嘛 其他的 然后用那个皮 来做一个 有力度的那种造型 该诺诺诺到时候看 主要是利用这个皮色 对 做一个有力量的这个 一个形状 对啊 然后这里做了一棵 菩提树 对 你利用这个颜色做了香炉啊 啊 还有这个是雕的 没有雕什么 这个到时候做一个那个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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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们看了这么多精美的挂件 也参观了陈峰老师的工厂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们不能把每一件作品 给大家做一个细节的展示 如果想了解的 记得私信我 因为陈峰老师会每周六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跟大家交流探讨 现在陈峰老师 也已经注册账号了 也会定期的发表一些作品 分享他的创作理念 也希望大家呢 多来交流探讨 记得给陈峰老师点个关注 记得关注哦 这一期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 我们就去陈峰老师的家里 去探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